大家好,歡迎來到《蘋果果然》 Video Talk 我是台北市議員黃玉芬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新北市第12選區的委員蘭玉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聊最近 大家其實每句新聞都好得沸沸癢癢的 國會有非常多立法,有非常多的立法委員 這個所謂涉貪收會的案件 這其實是台灣政治史上政治宣傳做未見的情況下 那所以其實浪平你會怎麼看這次的文化 我自己以一個名字的身份 我相信浪平可能會有類似的感覺 因為我們都會有一些基本的資源 就是等於說是國家這裡提供的資源 包含說像立法委員其實這都是公開的資訊 一個月的助理費的扣打大概是12萬 然後我知道直小溪也平常大概24萬 然後這個其實已經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應該都蠻吃勁的 其實我覺得這種事情都是一環扣一環 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討論 或是說看到這新聞我可能也會覺得 果然作為政治人物最危險的就是金錢 我們對金錢在金錢上面一定是要非常的小心 對於辦公室的人來說 他如果是在一個非常高壓然後非常低倍 然後其實薪資所得又未必可以達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狀況的話 好像在制度上或客觀環境上面是不是就很難去避免 所以其實這個某部分也是凸顯說 到底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作為政治工作者或辦公室的人 不要利用我們自己的實權去做一些 就是其實某種程度是不應該去鼓勵可定個人的 會有一些資源往來的事情 但是他的像我剛才講 他的前提也是我們必須要提供至少在一定水準的勞動條件 我自己是這樣想啦 因為其實我們目前對政治資金的部分有政治資金法 那有相對比較完整的規範 但是我是覺得說這些法規 第一就是說法規本身也是不一定不能檢討 我自己會覺得說或是說是不是一個可能 就是說再立另外一個法規 就是說不是只有選舉年級才能夠守得政治獻金 反而是說平常可能如果有類似政治獻金的東西 我們可以更加的更開透 政治獻金法規當然它有限制的嚴格的必要 但是不是它某種程度也造成在作為民意代表 在進行日常事務或工作的時候 它某種程度造成一些困境 而讓有一些政治工作者會去使用一些制度以外的方式 規定已經在了 那我覺得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也沒有辦法掌控每個人就是什麼樣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像是一個政治場域 就是會難免會出現的事情 那重點是說 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到底有沒有對應的基礎去 這才是重點 就是說其實我們要讓這些參與公共事務 要讓這些重要的政治議題落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真的需要每一個人情侶的參與 所以當然也是希望大家不要灰心 而且你看這個品牌真的是 那時候你要出來 我有時候你就是很讚 不是啦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很讚 因為我覺得要有各式各樣人 因為民意代表你是在為民眾發聲 民眾有各式各樣人 民意代表就應該要有各式各樣人 所以也一定要有年輕人 年輕人還是很猛 好所以今天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decidúp了 我是說 �賞 淋 傻